我送給你 謝謝 不喜歡嗎? 如果不喜歡, 可以拿去換 除非是在身上, 也不像那些眼光 不是, 我喜歡, 不用換吧 真的? 對不起, 不是說 我正在想起上班時間那次 我明白了 張先生, 有些事想跟你聊聊 好 我公司有個要去杜拜為堂兩年的訓練課程 有個師姐想我去那邊帶新人 你覺得怎樣? 他杜拜好, 那邊多遊王 如果你那邊認識也有錢人的話 你還記得把我養成, 等我下半輩子不給我 說真的, 我會不想我去嗎? 你怎麼這麼說 我覺得人一輩子問一輩子 應該什麼都要試一下 還有一個這樣的人生的達成 我覺得有這樣的經驗也不錯 好, 但我正在說要去兩年 兩年我不會在你身邊 其實現在的資訊科技都很發財 想著他就玩視頻檢查 要不然我放假的時候 我就過來陪你和你到處去一下 就這樣吧 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完全沒有不捨得這樣 神經病 好, 你想做就去做吧 怎麼了?睡醉了嗎? 你還想回來嗎?兩年而已 放心, 我都會很乖地向我等你回來 不如我們跟著你 怎麼了? 跟著我久了, 去玩東西了, 對吧 我認真的, 如果兩個人要分開那麼遠 那還一起有甚麼意思 你又不是去了就不回來 兩年很快就過了 兩年可以發生很多事 我可能在那邊認識杜拜猶王 又或者你可能已經喜歡了別人 我怎會喜歡別人 我喜歡了, 我不變 有誰可以擔保這個世界的事 是不變的 你當我沒有信心也好 又或者我根本沒有自己想像中 那麼喜歡你也好 如果我維繫不了的話 不如早點解決, 早點分手 你今天發生甚麼事 是否或者兩年以後 如果我還未放得下 如果我還未放得下 而你身邊又沒有人, 我們可能可以重新開始 你做甚麼 對了, 剛才說分手 突然間又有什麼 兩年之後重生住了什麼? 現在你當作玩遊戲嗎? 我從來沒有當愛情是遊戲 但我真的感覺不到你有多喜歡我 你感覺不到我有多喜歡你? 我們這段時間 你想做什麼?我陪你 你想吃什麼?我陪你 你下班, 我接你 就算你現在說去杜拜也好 我第一時間都是支持你 你還想我怎樣?你想我怎樣? 我想分手 小爺 爸爸、媽媽 蓮姐, 你先回進去 好 老婆為什麼你在這裡? 你老婆說要和你離婚 是呀, 我已經決定了 你簽一下吧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決定 你事前不和我談? 我們倆根本無法追求 無論我們怎麼談 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分開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你知道你這樣做 會很影響你老公嗎? 警隊裡會覺得他連家裡也搞不定 更加懷疑他可不可以 負責整個部門 給我一個理由 理由就是我們倆當初 因為有寶寶而結婚 結得太闖喘了 我們根本就不理解對方 我們結婚三年 我們也很努力地去維繫 對 對, 我很努力地融入你家裡 我跟婆婆去球 學這個學那個 我每天都在想 我怎麼走出來才不會失禮你們 但原來無論我怎麼努力 我也不能達到你們的標準 你不喜歡還可以不做 我從來沒打算逼你做任何事 我只是希望我回到家 可以看到你開開心心地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需要你, 你不要離婚 但我需要的那個是Joey 我覺得只是跟她在一起 我才可以輕鬆自在地做自己 你… 你聽到她說什麼? 她這樣欺負我兒子, 你還妨礙我? 婚姻是他們兩個人的事 讓他們自己處理吧, 來 你怎麼回事 那份協議書你知道嗎 之後寄給我嗎 婚居一年之後, 我們就可以離婚 那份協議書寫得很清楚 我不會要你的賤養費 到正式離婚的時候 我甚麼都不會要 老婆 我可以當甚麼都沒聽過 重新開始吧 我喜歡了第二個 我很想跟她在一起 對, 我心裡都不在你 我們怎麼重新開始 喂? 張太太, 我們倆人社打來的 之前幫你維持了 去巴黎的機票和酒店 你好像還沒通過 對不起, 我想我去不了 麻煩你幫我解決她 對不起, 謝謝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這兩件事 她說要升職 但就要留在外國一段時間 我做男朋友的 給她去都很正常 嘩 怎會猜到她轉頭又說要分手的呢 一無談成有得看了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Subscribe MyTVB 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upload的片段 二次見解決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